各位,看看啦,這我一定要逼死你們了 不要這樣 各位,歡迎來到今天的Vlog 今天你們一開場應該就看得出來 我們今天來到台北地下街 至於為什麼來台北地下街 你們也知道 最近有一款非常優質問號 跟非常好玩問號 跟眾人所愛 對 他所愛不是他愛玩 是他喜歡看人家玩的遊戲上市 那款遊戲叫做 邪靈入侵2 沒錯,所以 其實從今天錄Vlog當先 我前一天為了玩邪靈入侵 我已經把Home Sweet Home 就是甜蜜德加已經全破了 那這款恐怖遊戲 沒有全破,只有Chapter 1破 他已經全破了 他沒有Chapter 2 不管 他除了Chapter 2 我會當做看不到 那如果想看直播的話 直播紀錄的話 我資訊趕快放連結 可以去看一下 那個BOD 那我們今天來地下街的目的 就是要來買那個 誒 是Gamu 誒 是Gamu 誒 好巧喔 太巧吧 今天來擺CWC 剛好剛結束 好巧的 快點,這邊是Gamu 他的頻道我放在這裡 超級巧遇 幾百年沒見 超久了 上次是 兩年前那個 對,是這樣子的 我先講好 這絕對不是誰好的 這完全就是巧遇 好不好 好險今天穿在還算正式 可以啦 這樣完全可以 所以裡面放的是你的格西 如果今天穿在海灘褲 然後拿這個模型走過來 就尷尬了 可以可以 大家對你印象會很深刻 對對對 印象會更好 更深刻 我們今天安排的地下街 其實有另外一個理由 你們也知道今天外面 呃 狂風暴雨 有一種能量從我身體裡面溢出來 就是一個擋不住了 所以 我們就只好都 全部以室內活動 室內景點進行 你可以不要這樣嗎 各位看到了沒有 這一款如此 夭壽的遊戲 夭壽二代 想看的話 趕快到我的Gaming關注 或者到Twitch追隨一下 雖然遊戲是已經買到了 不過 我不是跟你們講說 我的Switch在Neko那邊玩嗎 Neko講說 還要在家買一個架子 把那個螢幕架起來 然後從下面可以充電的孔 所以我們反正都來地下街 順便搜尋一下 而且我都不曉得 今天剛好地下街有 有活動 就是路上有非常多的coaster在行走 其實人太多了 我好想逃回家 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們才剛開始 你看那邊有沒有 那邊就是那個 機場捷運啊 那邊是機捷喔 對啊 好難怪這邊有一個很奇怪的氛圍 先行一下進度 因為Neko原本想買的那一家 就是他 我們上一次 不是有一次Vlog 我們來地下街買Switch的配件 那一家店最便宜的 可是那一家店 配件賣完了 然後其他幾間店看到那個 立價 螢幕立價都是450 Neko覺得 買那個 我還不如買遊戲 對 所以我們決定就直接去吃飯 順便跟各位講 你知道華達奶茶 但是我目前看到唯一一間 奶茶 然後他直接標示 有賣無糖的奶茶 但我這邊奉勸各位 如果想買奶茶的話 還是不要買無糖奶茶 你直接買茶吧 我沒有賣茶啊 你為什麼不直接買茶就好 你喝了一口無糖奶茶 來分享一下你的感想 這是水嗎 55塊的水 哈哈哈哈 好 我現在就帶你去爭先 好我吃破千 你請 你有辦法吃破千 我請 我先算一下 所以你只要吃40盤吧 沒有沒有 339還有3 35盤 35盤 痾 痾 痾 35盤啊 痾 我可以給你加嗎 蛤 你說我SOLO 35盤嗎 SOLO啊 哈哈哈哈 喔對 我先跟各位講 你們有沒有發現 Neko今天他特別 就是穿的比較Special 特別好看 來我帶你們來看一下 今天有化妝這個出門 喔不打緊 今天一個露肩Style 有沒有露肩項鍊 然後下面又穿長靴 有沒有覺得正的在下面留個言 Neko今天穿這麼正出門呢 我當然 我坐的位置還蠻妙的 我們前面剛好玻璃 就是台北車站裡面的那個大廳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等一下呢 估計他應該就是 料會放這裡 然後他會站在這邊 幫我們做料理 然後他做的不好 他就會嘴他 蛤 不會啊 我會嘴你 欸為什麼 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 等太久了 我們沒有想等了 就是 我們從舊座之後 然後 等了大概十幾 十幾分鐘以上有了吧 等三十 等半個小時 然後我們一直在 我我我 咕咕 咕咕巢穴我都刷一輪 FB我也刷一輪 YouTuber都刷一輪的 他就只有把餐具放在那裡 然後沒有任何的人來幫我們做料理 幹嘛 我們就是瞎做在那裡 所以 算了我們去吃別的東西吧 這是我們的下一個目標 豬排 聽說這家原本這間牌的人都超級多的 然後現在看 好像 還好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我覺得Neko可以幫我作證 我因為 我在 以前 我所有做過的工作都是服務業 所以我個人其實對服務業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 可是剛剛那一個他就是 然後我們就真的是被晾在那裡 我們要等多久 超不合理 然後我們餐點要等多久 也不知道 然後也沒有任何人來跟我們說話 我們旁邊有兩桌跟我們等差不多久了 一對老太太老奶奶已經等到 等到臉 臉非常非常臭 他們比我們早進去 然後他們桌上完全是空的 空無一物 所以 我覺得這樣不太行 兩位嗎 對 有點過湯了嗎 還沒 裡面幫你點喔 來裡面請 謝謝 也不錯 包包可以放個桌子 好 謝謝你 這才是服務啊 這樣子我才甘願給他10%啊 這真的是殺小 而且這個位置比剛剛還要有趣 這個位置直接看到那邊 上完 他就直接變成正常 正面的地方 真的 真的 真的真的 不好意思喔 那豬肉可以先使用前方的玫瑰鹽 平常豬肉先甜的辣椒豬排醬 喔好 那不夠的可以再做添加 可能要一位稍等一下喔 我們先可以拿 這個是我點的中份的禮基 然後他還附 這個是 味噌湯 味噌湯 然後 茶 烏骨 這個我剛剛說我要烏骨米 哇這個一定好吃 各位 看看啦 這我一定有逼死你們 喔好好吃 完食 完食 有吃他同便會做的風景點嗎 呃沒有 這什麼 這什麼 優惠卷 喔 喔 吃完出來到外面就變得排超多人 好了各位 我們來分享 我們來分享一下剛剛吃起來的心得 簡單來說就是吃了 沒辦法前面那個打擊太大了 所以吃這個怎麼樣服務也爽 講解的真的很詳細 呃也不能到超詳細 就他會告訴你什麼東西怎麼用比較好一些 然後東西也非常好吃 那一口點的是鮮酥 吃起來如何 黑醋什麼鮮酥 反正就是日式料理很常見的那種酸酸甜甜 然後醋類的料理 肉質我覺得沒有豬排來的甜 但是雞肉可圈可點 反正就是可圈可點 但是如果你跟大戶戶的比的話 我會比較喜歡大戶戶 這邊二樓上面 就是你們 我覺得如果想吃炸豬排 你們剛好在台北車站 又可以往二樓的話 我覺得他的豬排真的很好吃 對可以去吃吃看好不好 Neko現在在裡面逛 而且我剛剛下來這一層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後面有沒有看到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層有超級多推銷的 你一走下來就兩三個人拿東西給你 我覺得 那今天我們吃完飯 稍微上個步 跟Neko逛一下東西 等一下就要回家了 所以 今天的Vlog在這邊結束啦 喔對 鞋靈入行 你們有看到我今天買的那一片鞋靈入行 如果你們想看直播的話 資訊卡 有Gaming的頻道 有VOD可以看 記得點進去看好不好 明天其實我們還要安排活動 明天 有 明天Neko說有一個 一家店新開幕 是日式的 要帶我去那邊逛 而且他也會拍他的影片 所以我們明天看看再去哪裡吧 我們大家明天再見 掰掰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GBA SP 我沒有看過這台 GBA 他是可以就是翻蓋 打開上面是螢幕 下面是搖桿 然後他是第一個螢幕會發光的GBA 所以他可以在晚上玩 我會對不起 我會支持他